小姐 你真的要去找家主说的那个婚约对象 那个人的资料准备好了 情欲 对 他现在在江城 出发 去江城 我倒要看看 这个情欲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 下雨天来晚了 吃噜噜的肯定都凉了 里面肯定还洒了 这还吃个屁啊 你们这种人怎么有脸出来工作的呀 啊 能干了好什么呀 这么样烦死了 等着被差评吧 别 我把钱补给你 你别给我差评 我这种人 是哪种人啊 做人还分起高低贵贱了 算了 你该回去跟老婆做饭了 还好坏没坏 老婆看到 一定会开心的 愿意 赵嫂 赵嫂 那个窝脑粪 真是连你的脚趾 都比不上 那是 晚上还有更厉害 老婆 我回来 苏妍 你在干什么 你看到了 我和赵少 早都已经在一起了 谁 三年来 我在你的桌家 出口不入 你让我妄动 我绝不忘戏 你为什么 还有背部 我呸 就你这样的窝囊废 哪个女人能看上你 要不是爷爷 极力阻止 我和你离婚 我早就让你滚蛋了 三年来 我生怕惹你不高兴 你说你饿了 我半夜爬起来 跟你做饭 你说南城的花好看 我骑着电动车 我几个小时 就去给你摘 够了 我赵对我好有屁 人家赵少 年纪轻轻 就坐拥 尽异的资产 最近呢 更是要和 楚州的颜家 只要颜家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 成龙成凤啊 你跟他说 那么多有屁 他一个废 我能知道 楚州第一家族 颜家吗 苏妍 三年了 就算是条狗 也该有感情吧 你呀你 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连条狗 则不如 你这狗男女骗了 我让你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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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飞 你还敢对我动手 我让你动手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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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份 为了 的声音 放手就想 翻掉 晚上发光笑 声声那么长 爱意味道不重要 人心爱会 遇到 另一个人 寻下 生死的 诺言 小姐 这就是家主 给你订的未婚夫 还了这日配 就算婚约不成 也不算我颜家失约 看在他父亲 对我颜家有恩的面子上 先把他带上车吧 是 小姐 你真的要交给这种窝囊废吗 如果他真的是一无是处的 那我的确没法再 这是在哪儿 秦玉 你终于来了 你是谁 没想到 我的儿子这么窝囊 你是我父亲 爸 这么多年 你去哪儿了 我好想你 你 三十岁 是男人的儿子 今天 我就把一身传承 交给你 如果你是被子 我便不会与你再见 如果你有出息 这世间 也没什么能阻碍你 儿子 传承术皆为修仙之法 但是修仙能够成功 才看你个人的 感期待 与你再见 一群尘术 修仙之法 一群尘术 一羊鬼术 长生之法 这是灵力 爸 你别走 爸 爸 爸 别走 你醒了 你 你是谁 我叫颜若雪 你在这边昏倒了 是我救了你 颜若雪 你原来是真的吗 那些功法 正在和我的记忆融合 但天中 都里有个神秘的气息 齐鱼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小姐 颜小姐 陈明依 陈明依 怎么会没有效果 颜小姐的病是很神秘的病毒 我之前也是尽力压制 现在恐怕已经到极限了 你不是第一神秘吗 你不是尚首吗 这 这怎么办呀 这是颜小姐病情的救治方法 颜小姐的病 我也许可以治 我都治不了的病 你说你能治 你是什么济世神医吗 我 只是一个普通人 狂口巧儿 也不看看颜小姐是什么人 竟然在此心口思谎 秦玉 现在不是你捣乱的时候 你说你能治 万一出现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担待的喜吗 颜小姐是不是感觉 气血翻油 肥中脚乱 虽然发病症 都不一定 但是发病时间 多是凌晨了 你怎么知道 可以让我试试吗 我真的可以治好 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是看我们家小姐 肤白貌美 想吃鸡占她便宜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的治疗方法 应该是有肌肤之心吧 是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好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但如果治疗没有效果 你会死得很惨 好 如果她是骗我了 那婚约也没必要告诉她 颜小姐 接下来 我需要你脱下衣服 站起平民还没完呢 果然 也是一个剑色奇异之兵 好了 叶小姐 请坐下休息两分钟 你的病马上就能痊愈了 一派胡言 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小姐 你给小姐做了什么 一定是她干的 男人 把这家伙手脚打断 放出去 小子 你的腿别想要了 等一下 你们都先出去吧 我没事 小姐 你 没想到你真的会疑术 说吧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想要什么报答 是你救了我一命 我们算是扯平了 不需要什么报答 真的不要 不管什么样的邀请 我都能满足 不求回报 甚至善良 看来刚才是我误会 还有如此高超的医术 也许并不想表默默 死了没 妻子赶紧滚过来 签了一块写医书 叶小姐 我可能 要去处理一点事情 一起吧 我就是 家里的事情 我没跟你伤 道上 我马上就可以跟那个窝囊废 彻底的断了关系 以后呢 我就专心伺候你 还算你有眼光 跟了我 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来了就赶紧签字 别打扰本少爷的雅兴 你 你什么你 呦 这美女长得不错呀 秦玉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你是这种人 我们俩还没理 你 你这找了个小骚扑 理不受 分不要脸的功夫 我都是很佩服你 我说姐妹 你可真不挑事 我劝你擦亮眼睛 这个人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 没本事的女 才会靠着男人手 我跟你不一样 这女人 这女人呢 还真就得靠男人 这 可是楚州第一家族 严家 在这次宴会上 严家将会在江城 选举一位掌事人 接管严家上千余的生意 而这个人 也必将扶摇直上 掌事人 就凭你吗 严家曾经透露过 很看好我赵家 在这江城 除了我赵堂 还有谁配 所以你要是跟着我 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干什么死的手 赵少 你没事吧 秦月 你他妈找死 老子要是想弄你 不过是动弄手指头的事 赵家真是好大的威风 美女 我看在你面子上 可以瞒她眼 不过还是要劝你去 好好考虑好 要不也跟了我 赵少 能看上这种废物 能是什么好货 赶紧让他们走吧 别在这里恶心人 苏妍 你一定会后悔的 蠢货 赵家马上就能跟严家合作 到时候这是江城的首富 我会后悔 我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踹了鱼 跟了我们赵少 当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知道 我秦宇绝对不是无能飞 嘿 死无能飞 就会吹你 叶小姐 今天的事情 让您见笑了 你做得很好啊 和这样的人 没什么客气的余地 明天的宴会名单上 把秦宇加上 小姐 您这是 严家的掌事人 怎么能不在名单上 我很期待 当赵刚看到你才是 严家看中的人时 他会是什么 天不忘忘 不仅让我见到了我父亲 还让我踏入了修仙界 这 这是我的机会 修仙境界分为炼气 朱姬 金丹 云烟 化身之境 炼气只是起底 进入朱姬期 才是他人修仙第一步 突破了 练习一层 父亲揣手的功法 果然神奇 还有医术之法 不仅能为人治病 就连起死回生 都不是问题 只要踏上真正的修仙之路 所谓的赵家 根本不值一提 严小姐 你找我有事 把衣服脱了 把 赵手 你以后飞黄腾达了 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呀 您和严家合作 这以后 随便从手指缝里 流出点油水 可就给我们吃一年了 好说好说 一进门就听见 这么不要脸的发言 这严家的宴会 你一个废物 也配进这儿的大门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 你们都能 我为什么不能 还要 我来这儿 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被戴了三年的绿帽子 心里有气很正常 不过这里不是 你能撒野的地方 这严家的宴会 不需要你这样 跳梁小丑 跳梁小丑 未必输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我知道你现在忘不了我 但是我们之间 已经不可能 赶紧滚吧 别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这场宴会可是严家剧 谁走谁流 轮不到你们决定 你知道什么呀 这场宴会 就是为赵少举办的 赵少乃严家选中的主角 他想让谁走 谁就得走 赵少就这么笃定 你会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严小姐 我感觉 这头有点别扭啊 确实差点意思 下一头 叶小姐 这套怎么样 就这套 这样很帅 男人嘛 就是要自信 我没参加过什么宴会 不会给你丢人吧 你是我选中的掌事人 你才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走吧 过了今夜 秦宇的名字将会想撤整个奖程 这场宴会我不是主角 还能有谁 难道是这个废物吗 他一个送外卖的 也配站在这儿 外卖员子 所有职业平等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我是严加看重的新贵 我往你脸上吐口吐蜂 都是你的荣幸 是吗 你就这么自信 当然 能被我看上 也是你的荣幸 这秦玉呀 就是窝那废 你倒不如跟了我 只要把本少伺候舒服 我保证 你能得到更多的好 赵哥 我劝你别惹 否则 你的下场很惨 本少今天偏要看看 老子能有什么下场 你 你他妈又抓我 走走 我要是不呢 秦玉 放开你的闹手 你敢动他 表现你的狗命 苏妍 别在这儿自挖乱劲 少许把你赶出去 你 你没事吧 秦玉 破了吗 保安 保安 把这人给我托出去 拉走了我 你这场招商会 也别想开了 在江城 严家能扶持的人 只能是我赵高 大家安静 下面有请 严家大小姐 严若雪 上台致辞 严小姐 在哪呢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严家大小姐 我来江城也有不少时日了 这期间也认识不少人 觉得江城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人 当然也有不知天高地厚子 在多方考量后 我心中的掌识人选已定 他就是 我的眼光果然不会错的 今日之后赵总就是江城的龙头了 而我就是赵夫人 他就是平日 怎么回事 严若雪怎么会选这个废物 我说了 小梁小丑 不是 你 他们都是故意的 这恩光 还要刚才的说辞 都是为了耍我 我之前 的确是一名无名之辈 但从今天开始 我会一步一步攀剧敌 不负自己 更不负 原家所望 我相信你 叶小姐 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 来人 把他给我丢 锦鱼 你以为帮上护过大腿就行了吗 走完有一天 严若雪知道你是个吃白饭的废物 你还是我没找你出门的 交给我 我不会靠你 也不会吃白饭 我会靠自己在江口 展露头角 原青人 豪大的口气 又是不知道 有什么本事 敢在这里 大放劫词 本事不大 但是刚好可以看出 你有病 本事不大 但是刚好可以看出 你有病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武爷 略懂医术而已 真会吹 我跟了你三年 别说医术了 贴个创可贴都贴不正的窝囊废 小子 这次 总怕你看走眼了 我的身体 硬朗着呢 平日里给武爷检查身体 不过是国手级别的医术 绝对不会出现插错 您最近是不是有心脚痛啊 我觉得您还是再好好查一查心脏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武颜 您最好还是听秦韵 还医术很好 年轻人尚未急切 我是理解的 但是如果强行表现 恐怕会适得其管 能坐在宾客手上 想必和严小姐的关系密切 还是暂时不要死不灵 武颜 也许是我看错了 您别介意 果然是个欺软怕硬的窝囊废 一遇到真正的大人物 立马就怂了 小姐啊 我觉得身边的人 还是要仔细地筛选 不要觉得什么人都不错 他秦韵的底细 我可是知道的 武颜 你不相信 也没必要这么说吧 敢用这种语气质问武颜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武颜 秦韵是我看中的人 他不是坏人 更不会信口开河 严小姐 你跟秦韵才认识几天啊 你可别被他骗了 他除了送外卖 就是在家洗衣做饭 根本就不会什么医术 我和秦韵认识的时间是不得 但这三天内 我了解到的秦韵 是一个谦逊又有能力的人 至于你 不想被赶出去就闭嘴 我 若雪竟然这么卑护秦韵 医者问心无愧 我已经说了整段结果 至于你们信不信 那就是你们的事情 小雪 这次恐怕是你眼拙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最清楚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 我看你这小子 就是在博人眼球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现在走 我不知你 你一定并发 还敢无说八道 你小子很自信是吧 好 没问题 我今天就走给你看 我看五步之后 我会不会并发 第三步 若枪做事 第四步 骗子 你还嫩点 我倒看看 接下来你怎么收场 第五步 第五步 你这是要看五立兵秦韵 给你治病吗 这是他自嘲的 这 这立兵是毒者 这秦韵怎么打碎他的 毒 不过如 那言不诚 你不是我的对手 狂妄 这小子 居然能占上风 你在五者中 是什么水平 实力这么长 够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难怪你如此狂妄 原来有些实力 但可惜 果刚一辙 你可别往死路上走 别操心我了 想想你自己吧 再过十分钟 耶稣都救不了你 我说的 秦韵 还不跟你过来 给五爷治疗 我拒绝 秦韵 现在 马上 过来给我治病 否则 我饶不了你 是吗 我是看在弱雪的面子上 才叫你一声武 治愈治病 我已经请到过你 是你自己 不提 怪不了 你知不知道 五爷是什么人 你竟然敢这么 跟他说话 他的身份地位 跟我半冒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一开始 你们就好说好伤 我不会见死不救 但是现在你们的态度 脑子不想伺候 小雪 五爷 您现在的确不是 求人治病的态度 秦韵 你 得罪了我 这言若雪也护不住你 再给最后一次机会 我也最后说一次 我去 秦韵 坐视流一线 别把自己逼上死 动则就要定人生死 还真是心疼神了 你 吵死了 五爷 你想求人治病 就不要生气凌人 你们医患之间的事情 我不会插手 五爷 你 秦先生 之前 是我目中无人 我在这里 向您道歉 我不该这样生气凌人 还请您 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帮帮我 我这儿有颗丹药 保证药到病床 你 我看在你是若雪长辈的份上 就给您打个证 收你五百万 一颗丹药 你要五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 不愿 买 还是不买 你自己决定 这里是五百万 这儿是五百万 下无礼了 告辞 现在看 谁是我能飞 现在看 谁是我能飞 为这个病了不起 是吧 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你 闭上你的狗嘴 你这个蠢货 我 秦玉 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我现在就把苏妍还给你 你不用跟我道歉 你这种小角色我从来不在乎 还有 这种垃圾女人 你还是自己留着的 你不要我 这是给你脸了秦玉 我现在给你机会回到我身边 舔我 讨好我 你就得滚回来 听见没有 你以为你是谁 你自己选错了男人 有什么资格骂秦玉 你个贱人 快敢侮辱严小姐 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现在敢打我了 我不会选错她的 你就是个温能分 赵刚才是天之骄子 你说呀 你回答我屏不清云的 你说呀 滚 放开我 放开 严小姐 之前都是我们队 是我公园看人帝了 我请您放过我 自作孽 不可 楚州江城 从此再无赵徒 就是这样 这下早上咱们不可 不可 不要 就算是严家 也不能一手之间 那可被你挡着 我给你走心 小姐 你可是严家千金 还没有给亲之路人作废 果乐月 来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菜 谢谢 从来没有人 对我这么好 好难吃 怎么样 我第一次做 可能味道不是特别好 以后绝对不能再让严小姐 踏进厨房一步 很好吃啊 真的 那你多吃点 不解 我刚好有件事要问你 那个五爷到底什么来的 三十年前 五爷横空出世 没多久 他的势力 便和我们严家平起平坐 成为楚州战区统领 不过我们猜测 五爷背后 还隐藏着更大的势力 所以江城 只有严家能和他看好吗 看来 我要好好给你补补课了 还请严老师 多指教 以后 不许对老师动手动脚 楚州呢 有三大势力 一个就是我们严家 还有一个五爷 你见过的 还有一个就是沈的 之前 有听说过 楚州医药行业的龙头 有机会你会记住 当时 你父亲和我爷爷 为我们定下婚约 从那之后 你便是我 盈若雪的未婚妇 以后 每天都生活在 风口浪尖上了 我会努力 配得上你 配得上严家 那你记住 不要让我等太久 吃饭吧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快走快走 行 修炼真是费钱 草药都卖不起 但想要突破到筑机器 肯定得需要大量弹药辅助才行 小子 竟然对你赌掉了 你们是什么人 拿人钱财 与小财 要你赢 小子 乖乖乖乍 别动 让爷爷把你全身骨头打碎 兴许还能饶你 是吗 要怪就怪你惹 不害惹的人 大哥 别跟他废话 直接上 动手 那就拥不得你们 不堪一击 豆腐 为什么不抓他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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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哥大哥 我知道错了 说 谁让你来杀我 雷虎 雷虎 雷虎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我 他是江城地下世界的老大 他让我们过来 把你打死打残 这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啊 雷虎在哪儿 是 天圣街 十三号 大哥 这该说不该说的 我可全说了 你 你放过我吧 你最好没说过 想杀我 就得付出代价 雷虎 这么大公司 这雷虎 看起来倒是挺有钱的呀 这里 这里我们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赶紧滚 我是来找雷虎的 你把他叫出来 虎爷的大名也是你能提的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给你丢寒丽喂鱼 你还挺凶啊 我给你一次机会 把雷虎叫出来 我饶你们不死 你当老子吓大呢 哪儿来的小子 好大的胆子 本来虎爷我这儿咋吵的 你就是雷虎 随便打断两条腿 扔出去就行 哎 再把人给打死啊 想打断我的 就怕最后承担不起 小子 口气倒不响 受死我了 对 不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 把这个小白脸给我抓住 让他知道知道 惹虎爷我的下场 小子 妈的老虎不发威 当我的病猫啊 嗯 嗯 嗯 我都将 少侠饶命啊 别杀我 虎爷刚才不是挺威风的 不敢不敢 在少侠面前 哪敢叫什么虎爷 我对方是这只小猫 嘿嘿嘿 看 叫一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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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侠 您就别跟一只小猫一般见识 呃 当我见虎爷呢 待会再弄出血 砸了您的手跟衣服 他就算是见到浩瀚草草草草 忽然的环境也不好吧 你说 谁派你来杀我的 没有啊 我 我没有 没有要杀你啊 有人来杀场子 我这当大喝的出来 总得维护一下面子不是 别装傻了 你的手下都说了 就是你还怎么去 您就是秦玉 接下来 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答案不 啊 你的手指 错 我一只手指 错 说 谁派你来杀我的 谁是沈家 是沈家的少爷沈天 他让我来教训您 说是您勾引 嗯 哎呦 他说您 跟严若雪小姐走得太近了 是桃花 那你身为江城的老大 就甘愿给他做打扰 老大江城混 跟各大家族都有些门路 这台小事 我给他们帮忙 也显得跟他们关于好 毕竟 还有合作的可能嘛 你倒是挺会做人的嘛 哎 应该的 应该的 起来吧 既然沈天能派你来对付 你又开了这么大的公司 说明你在江城有点能力 把桃口饭吃 帮我办件事去 做好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严官方 帮我把这些单要卖出去 价格你还定 至于能赚多少钱 看你能力 卖药这东西水太深了 情人甚深不凡 说不定就是来黑吃黑的 秦先生 主要是卖药这行的 我实在是没接触过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小时候 我哪不跟你解释 你只需要答应 你接受 我请个拒绝 黑命 我愿意选 为您办事 我贯导徒弟 在何不辞 我可不是怕死 我就是看秦先生 您是人中龙凤 成心合作 你也平了 这叫养员丹 对身体有妙处 目前只有二十个 都在这里 不是 您打算怎么卖啊 凭着雷虎的地下势力和人脉 打开市场 一如反准 我每颗 卖你五十万 价格 由你自己定 能卖多少 看你自己的能力 不是 这玩意儿卖五十万 你还是杀了我得了 我这条蓝命都不值五十万 他能值五十万 这 绝对值 秦先生 您是当代化妥 扁确在世 您亲手练的单 五十万一颗 我就算减便宜了 我马上给你转钱 到账 一千万 秦大 加价卖个别人 别亏了 不错 一千万 这回 能买药材冲击住机器了 就这不好玩啊 还加价 我要不是打不过 日夜色 保证完成任务 虎哥 你都知道这个药不值五十万 你为什么还答应呢 你懂个屁 药不值命还不值吗 这药丸只不托死了 他就是想找我要钱 这小子仗着自己的拳脚功夫 和背后严加撑腰 还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 那虎哥 这些药丸既然没用 直接扔了吗 收好 找个烟那头卖 秦义怎么找我要的钱 我就怎么找别人要 还不快去 好 要这么快 回来回来回来 怎么了虎哥 先去给我找个娘们去 找个娘们去 赶快 虎哥 来吧 骚货 五哥 你好厉害啊 好几个钟头 人家都要受不了了 设置两年单之后 身体还真是不一样 这斩小真的有用 老子现在浑身精力爆棚 就是大战三天三夜 也没问题 讨厌 虎哥 你这雄风 人家都要招架不住了 那就再来一发吧 李董 我说虎哥 这养缘单 你得给我留一颗 我两百万 一分不差的给你 我这也不多了 给我留一颗吧 我成交那块地 也归你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留着 虎哥 你别待着 别耽误老子 对不起 你说什么 沈少 这雷虎不但没杀死那个秦玉 现在还帮他推销什么养元丹 看来我要亲自去趟江城 会一会这个叫秦玉的 沈少 只要你杀死那个秦玉 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全心全意为你服务 你们赵家都被覆灭了 还有什么能力配为我下廊 你能提供什么帮助啊 沈少 我能提供他呀 沈少 他是秦玉那小子的前妻 秦玉的老婆 是啊 沈少 我们结婚三年 那个废物 连我的手都没有碰到过 有点意思 沈少 没点眼力啊 还不快滚 没事 秦玉 老子一定要让你死 怎么样了 很不错 脉搏有力 血压平稳 就是呼吸稍微有点局促 你昨晚干嘛去了 一夜没回来 没事 就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我已经解决了 不用担心 秦先生 颜小姐 谢谢 弹药卖完了 效果还不错吧 秦先生 您这是神机妙算 我还没说呢 您就都知道了 这是给您带的 上好的西湖龙锦 您看接下来这弹药 接下来 担药的代理权可以直接交给你 谢谢秦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不过嘛 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价格由我来定 但是 你只赚不赔 第二 你得帮我搜罗人参 灵芝 年费越高越好 没问题 交给我 对了 你帮我干活 沈天没找你麻烦 沈天 他 别提了 他 他吵你了 不过不要紧 这 沈先生如此奇才 神医妙数 就算他沈天威信我也没用 能为沈先生您买单药 那是我雷虎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行了行了 还真是欠你做小金人 赶紧回去吧 好好干活 钱少不了你的 谢谢秦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办得明明白白的 茶叶你自己拿回去喝吧 你放这也是落灰 这多不好意思 不过秦先生您不喝 那我就替您喝了 那就不打扰二位了 再见爷小姐 拜拜秦先生 再见 派雷虎杀你的人 是沈天 沈公子 这不是江城的地下龙头 虎爷吗 沈公子您就别拿我开串了 我雷虎跟沈家别 连个屁都不是 我就是个跑腿的 当狗最重要的是选对主的 选个废物 尸屎能赶上热乎的吗 是不是 我跟秦玉只是合作而已 跟他合作 就是跟我 秦玉有点意思 洛雪 我刚从港城回来就看你 有没有想我 沈天 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最近你认识一个叫秦玉的年轻人 说实话 我挺好奇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入严小姐的法眼 新来的吧 看见客人 不知道倒茶 若雪 你家的下人欠管教 要不 我替你管教 客人来了 作为主人 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一份 到茶 锦鱼 听雷虎说 你养墨我很久了 今天 也是特意为我而来 雷虎果然告诉他了 只不过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再短短几天就打动 咱们楚州有名的冰山美人 秦先生 好手段啊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没有什么手段和套路 只是真心实意罢了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你接近严家 就不过是为了贪图他的富贵吧 怎么样 吃软饭的感觉 爽吗 追求严小姐的人很多 目的各有不同 你又是为了什么 你 秦玉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贱 财死你 就犹如财死一只蚂蚁 离开炎家 犯个屁东西 你没有沈家 你又算得了什么 沈公子怎么脸色不太好 我也算当个衣服 要不要 帮你吃一吃 放手 原来是要放手 沈公子早点说 我还以为 你对我爱不释手呢 你敢耍我 沈公子什么意思 我听不到 你 我看在若雪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若雪 我给你带了礼物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收购药材 我特地脱关系 寻遍了整个种种 终于给你寻得了一株百年人参 谢谢 若雪 你不打开看看吗 没这个必要了吧 这可是百年人参 像秦玉这样的家事 他没见过 要不让他 尝尝见识吧 挨一个假萝卜当人参 还洋洋得意 沈公子 你可是开天辟地 头一人呢 你什么意思 这就是人工养殖的假人参 要笑 可以跟萝卜差不多 笑话 你一个吃软饭的穷人 能分辨出这是什么养殖身和隐身 恼羞成怒 口出恶言 看来沈家的家调也在提高啊 沈家 还轮不到你个废物来评价 我相信你 你说八道 若雪 你可千万别听她的话 她这是血狗的人呢 百年人参 表皮温润郁色 而假人参 白嫩 缺乏自然光色 百年人参有树纹 虚长且韧 而假人参 纹路不明显 根虚短 而脆 赵刚这个蠢货 竟敢骗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假的 否则怎么可能当礼物送给严小姐 沈公子这是 准备销毁证据啊 如果你是被骗的 那说明你也瞎 如果你是故意的 那你就是在欺骗严小姐 巧生如簧 百年人参不过百万 我缺那些钱吗 倒是你 你送过什么礼物给严小姐 啊 认识了你这么久 还没送过你什么礼物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们收下 哟 这破袋子 地摊上买的了 过一百块钱了吗 这 明明就是我在石原店买的 严小姐 这是养颜单 可以润腹养颜 活血提亮 也算不上什么名贵吧 但是至少货真价实 秦先生真是大方 这种东西都拿得出手 你是在辅骂严小姐吗 不会啊 我挺喜欢的 严小姐 是要三分毒 他只是个不入流的医生 你千万不能够把他吃 味道还不错 他做的弹药 你直接吃掉了 我刚刚说过了 我相信你 人哪 还是实在一点好 你说我不入流 我救过严小姐 也救过五爷的命 比某些人拿着假人身装 可靠多了 你无权无事 凭什么站在弱血面前 你想说 门当户对对吗 当然 难道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沈天 严小姐 这家伙根本配不上你 我的身体轮不到你 我还有事 你们先坐着 注意小姐 小姐 您用这样的态度对沈天 是不是也太残忍了 您以为沈天是真的喜欢我吗 到了他这种层次 喜欢的 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家族 何况秦玉 很好 既然您偏爱秦玉 那为什么还要给他树敌啊 您就不怕沈天他 严家需要的不是心平气和的丈夫 而是杀伐果断的家主 这个沈天不正是一块很好的磨刀石吗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你在我面前和蚂蚁也没区别 五四岁便经商 八岁便被我爸送进了楚州战区特训 十四岁便拥有了 行了 沈公子这么厉害 还不是喜欢背后搞手段 那又如何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全世富贵 上次让你跑掉了 下次可没那么幸运 沈公子 你是不是觉得让我消失 就跟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但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 这就证明了你的失败 很好情 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窝囊 明晚我要在江畔举行情会 是个男人做来 如果不敢 开严小姐身边 再也别让我再见到你 你们说完了吗 陆雪 陆雪 慢走不走 明晚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自己去 如果连这种事情 都要靠你的话 我确实没有资格 站在你的身边 小姐 你们两个有婚约在身 到时候这个秦玉丢脸不要紧 就怕会影响我们 我们严家的颜面啊 我相信丢脸的不会是的 还真敢来啊 有何不敢 我只是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听说你老婆绿了 你三年你都不知道啊 是不是真的呀 怎么不敢承认呢 她不说 你来说 你真的给她戴了三年绿帽吗 秦玉 你害我到如今的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其实吧 我和秦玉 从结婚的那天晚上开始 她就已经戴上绿帽子 我还挺好奇 这么多年 她一直没发现吗 她在家里的地位啊 还不如一条狗呢 我不让她站着 她都不敢坐着 发现了又如何 她敢说一个不字吗 现在看啊 也不过是一个贱人 只会摇尾巴的舔狗 我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男人 竟然能窝囊到这种地步 被戴了这么多年 绿帽子都能忍 这个哥们 也算得上是忍者神规了 就是 苏妍 这种事情 你不以为止 反以为辱 我真的很好奇 你的脸皮子 这么好 丢人的又不是我 我怕什么 妖怪啊 就怪你自己窝囊 没本事 留不住女人心 我早就应该跟你离婚 你总说自己的眼光 不会选错人 赵光的下场 咱们有目共睹 你就是想靠 换男人出头的货色吧 你 沈尚 一个连苏妍这样的货色 都驾驭不了的男人 怎么配得上爷若雪 这点 我确实挺佩服沈公子的 连这样的货色 都能玩下去 沈家 我看也快完了 像你这样 生活在江城底层的人 不了解沈家的身世 我不怪你 这是一杯 全球限量 康普利庄园的红酒 一口价值几十万 一下倒出了近百万 这真是金钱如流水啊 金钱对于沈家来说 只是底蕴的冰山一角 而是你 这一辈子触及不了的高度 你说你要靠自己配得上若雪 你没权没事没背景 你有什么配得上 努力吗 努力 在权势面前 就是最没用的东西 这回怕了吧 被水上 震住了吧 看来之前说的信誓旦旦 都是 激化 如果苏妍和这杯酒 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大礼 我真的有点失望 我看你浑身上下 就嘴巴最硬了 确实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雷虎 这些礼物 你还喜欢吗 一个狗腿子 作为压轴的礼物出场 也算这是他的荣幸 打狗看主人 吵主子都不会吵 我连你主人都敢打 那是不是说明 狗和主人都一样的废物 放开 这么多年 同一次 这窝囊费还有脾气了 不能狂怒罢了 在沈少明天他能干个屁 雷虎 想我放了你吗 我想 沈公子 您大人有大量 就放过 行 那你当着我 删他两巴掌 我立刻放了你 神明的人品 未必真的会放过我 老师才得罪了秦先生 我必死无疑 只要你打了他 不但可以放 以后 几千万 甚至更多的项目 我都可以找你合作 你想好 我不 雷虎 你敢拒绝我 秦玉 你要干嘛 这一巴掌 我是替雷虎玩的 这一巴掌 我是替雷虎玩的 你他妈敢打我 多谢秦先生 但沈家在楚州 是比肩炎家的存在 您恐怕 你帮我办事情 我自然要护着你 以前是我窝囊够的 以后 不会了 雷虎为喜怜的哈巴狗 现在想起当人了 小梦 你这辈子 只能在我身后 当一个业无事处的窝囊废 就是 敢惹使兆 今天你死定 阎若雪来了也保不住你 你多次出言无辱 我不记住你 而你 不但不收拾 反而变了家里 还出言如此侮辱我的人 怎么 真当我没脾气吗 你要吵死吗 我成全你 秋车 就该我了 怎么可能 自由就在战区特训 怎么可能打不赢你 我要杀了你 青月 我要杀了你 像你这种人 不付出一点代价和教训 永远不知道回来 但看在严小姐的面子上 我就只负你一条胳膊 老秦 自得去了 原来有点实力 怪不他这么嚣张 若不是这几日 突破了练起三层 恐怕真不是他的对手 秦云 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身手了 你废话 连这种家伙你都搞不定 你想干吗 你别过来 快拦住他 这连摇星都打不过 我们上了也没用 现在 轮到你了 现在 快救我 快救我 你疯了 我疯了 你简直是疯了 你居然打死了沈车的胳膊 救护车 救护车 你救护车吗 快来江湾秘书 秦云 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了 连若雪不可能因为你这个废物 和沈家做对 你就等死了 到时候 他只会后悔 他就怎么掩瞎 这些是为了曾经窝囊的自己 你敢打我 我可想 这些是因为秀严小姐 放开我 你什么大物 我认识家 你不能好死 如果不是看在苏朗爷子对我照顾有加 我绝对不会领你这条贱命 我的 你不会学错的 那就是个我的废在队 事情解决完了 你没事吧 颜小姐 这是在等我吗 在沙发睡觉 容易着凉 那你抱我回房间 这 你是我未婚夫 你连抱我都不敢 怎么敢说配得上颜家 成为我老公 秦月 如果感觉累了 就停下来休息吧 大不了我养你 那 我不就真的成了吃软饭的 那又如何呢 只要我说你配得上颜家 你就配得上 在没有预解力之前 我活得窝囊 向行事走肉 毫无目标 但现在 我已经找到了奋斗的意义 给我一年时间 最多一年 一年后 我一定上颜家提亲 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 好 我等你 晚安 晚安 全部紊乱 不受控制 这是 不 紫衣卫生的教授 搓进了内级 加上雷虎这些送来的药材 炼制的燃药 接下来 这是徒步的好时期 突破到了炼器武则 这下 就在和沈的对立 也无需惧怕 秦云 秦云 他费了我的手 我要你不得好死 爸 我要秦云那小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做事要动动脑子 让一个废物给你弄成这样 简直是丢进了我沈家的脸面 就是秦云那小子探废物了 不知道我们沈家厉害 所以他才敢这样对我 给我闭嘴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不要一天到晚的 仗着沈家的身份耀武扬威 你自己不成长 要是没有了沈家的庇护 我看你跟谁斗 难道让我去给你擦屁股吗 就这么算了吧 他费了我的手 算 肯定不能这么算 再次说 你也是我沈云的儿子 敢废我沈云的儿子 区区江城 还没有谁能活着走进去 爸 你要帮我把那小子千刀万剐 不过 现在严家 有化神镜宗石坐镇 严若雪 要是帮他 现在 恐怕不好动手 就这么算了吗 你什么 一个窝囊到三十年的气蓄 能掀起什么风浪 我倒是要看看 严家会不会因为他 跟我沈家撕破脸 看看这小子 怎么给我沈家动 这便是冲茶 高冲可以充分欺发茶香 学到了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不喝茶的 怎么突然想起来学习泡茶了 严家的层次往来无白丁 要学的还多着呢 小姐 这人来找邪先生 你来干什么 我 还有你这手 跟个机器猫一样 沈家的包扎技术 你都这么操耍的吗 沈家主让我来的 他要为沈天头说话 他说想为沈公子的施礼行为道歉 所以邀请您晚上去一趟沈家 这沈霞家主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知道了 我会去 请 我 还有事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昨天酒会上 我看到您的一种呼吸统纳方式 感觉很不简单 你能看出巧妙之处 我曾经见过一种统纳方式 据说可以内修五脏六腑 由内而外 感觉和你这种很像 看样子 世界上修道的人不止我一个 会是和父亲有关吗 我只是好奇 没别的意思 沈云这个人很不简单 是出了名的笑面虎 隐贤狡诈 他一早就来找我 想讨一个说法 沈云来找过你 沈家主这么早过来 有什么提示吗 秦玉废我儿子的事 你不会说不知道吧 就算秦玉是你的未婚夫 你总得给我个说法 秦玉废了你儿子 你不去找他要说 找我干什么 我找他 你不会插手 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不会插手 但不是因为给你们沈家面子 而是因为我相信他 狂妄自大 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 这可能是炒红内燕 有可能 他很溺爱沈天 这么多年 没少帮沈天 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严谨 不 叶小姐 你做得对 我既然敢断了沈天的胳膊 就不怕他们的报复 我会自己解决他 沈云的手段 一向不怎么干净 你万事相信 放心 我不会有事 如果他们真的 不依不饶地惹怒了我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除掉沈家 秦云真的要去沈家敷宴 小姐 这沈云明显没安好心啊 把我的保镖 都派去跟到秦云身 别让他发现 不行小姐 这样你的安全 就没法得到保障了 你是觉得有人敢对我动手 还是有人敢招惹你 小姐 你变得 很不一样了 怎么 以前您说过 秦云要是一事无常 你就拒绝婚约 但是现在 已经变得温柔多了 也不在乎 秦云是否有成就了 您为什么 这么无条件看好他呀 因为他直 如果他告诉我说 他不想努力 那我便养人 但如果他说 他想自己奔斗拼你 那我便会全力地助他 哭了 按我说的做 一无所有 只是眼睛 但是为了 他富可敌闲 是 谁都阻挡不了 兄姻宅致 沈家也不行 不是 这段序端 可以让段谷重生 如果沈云真有一道歉 就把它送给沈天辉父吧 虽说这可能性 可就为不其位 秦先生 请坐 秦先生 这次请你来呢 主要是想 替天儿的 莽撞行为 道个歉 沈家主不用这么客气 我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 你我 两不相亲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严小姐 没有派人过来 和你一起 严小姐不是说过吗 你我的事情 她不会插手 哦 是 看来是我想多了 真是货真价实的笑妙 确定了严家 不会插手之后 马上就换了一个人 沈家主 你这是 面餐饭了吗 我可以 用真酒帮你吃一下 看来 天儿说的没错 还真是个 成口舌之快的猴子 不过我没想到 你真的孤神印前来 真是自寻死路啊 我有何不敢 是你儿子先咄咄逼人 处处针对 我只是 略是小者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敢让我天儿受伤的 我别不吵他 废物东西 让你保护儿子 却让他的胳膊废了 我养你有什么用 来人 把他浑身的骨头 给我砸碎了 丢下去 队长 是我打伤你儿子 关他什么事 他没保护好我儿子 失职 该跑 你没教导好你儿子 是不是 该烦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别敢教育起我来了 咱们之间的账 还没算 你是怕自己的下场 不够惨 难怪沈天那么小的包 还真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啊 这么开 我断他一只手 算是便宜他 如果直接杀了他 万年加变购 倒是还是可怕 但此事 不得轻荣 我沈家家打业打 不跟你这个 无名小卒一般见识 给你个机会 自断你的双腿 此事 就算翻片了 好 敬就不吃吃法酒 今天起 你身边的人 都得都要 这就是你在我面前 猖狂的代价 我早就无故 哪还有什么身边人 有什么招数 尽管放马过来 要是一个沈家 就能让我认栽 那我也没脸再见 一小姐 你觉得 你今天能完整 开这里吗 一个内进宗师 都没有 你还是 别让你这些 手下来受苦 好大的口气 这些 可不是寻常的大手 都是修炼的武者 更有两位 是外进宗师 给我上 树美外进宗师 竟然都不是 这小子的对手 看来 还是从长进 怪不得如此猖狂 确实是有些本事啊 但是在我沈家面前 你还不够看 屋檐队的人 马上就到 但我 可以 赶紧给我滚 我跟你说话呢 你没听见吗 赶紧滚 这是段序丹 服用之后 能让金骨生长 恢复如初 你是继续留在 沈家当口 还是追寻自己 你自己去吧 子丹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那这天儿的手 岂不是有救了 这丹药原本是 来留给沈天的 不过现在看来 我真是太真正了 你现在把丹药给我 我可以不计 闲闲如何 你选吧 狗就是狗 永远没有机会 翻身做人 刘青 把丹药给我 我就当你将功抵过 还必让你 继续留在沈家 你们沈家 士强凌弱 对大人物 背功屈膝 对我们 连人都没当过吧 就你这种底层货色 要是没有我 你们早就饿死了 还想让我 把你们当人看 把丹药给我 老师干了 秦先生 这条命 当我欠你的 日后 我一定还你 站住 天天不把丹药 给我留下来 谁都别想走 赶蓝 就来 秦玉 我绝对不会 饶过你的 秦先生 您怎么把这人 给带来了 我身上这伤 可有一半 都是他打的 他已经不是 沈家的人了 是不是没什么价值 被沈家给丢出来 你不是沈天 宗家第一高手吗 怎么现在 叶成琴先生的 接下球了 不擦 你还敢动 沈先生 您给他吃的什么药 是不是那种 吃完就回身 没力气的那个 这回你唠叨我手里 看你还敢 我没给他下药 说到你手里如何 没什么 秦先生 如果你想对付沈家 我可以不惜一切帮助你 你先给我说说 沈家的情况 沈家发起于香肠 后到楚州 考医药行业发家立足 现在最大的经济来源 是保健品 保健 那这不正好 抓在枪口上 雷虎 我要是想让沈家破产 这货 你敢干吗 秦先生 自从江畔酒会那晚 我雷虎就认定你 我虽然心灭 但是 您只要想搞化沈家 我义不容辞 好 明天去我那儿求 让沈家 迎接他们的绝望 爸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功夫 我再派几个高手去搞定他 现在直接杀了 已经拦截我心头之恨 这小子 不仅是在挑衅我 更是在挑衅我们沈家 好 你又打算了 我要让那小子 一无所有 他除了沈家 能依靠的 不就是那个什么养元丹吗 你要混了养元丹 不用那么麻烦 想办法拿到一颗 交给研发子 弄个低配的出来 吃不死人就行 他不是卖一百万一颗吗 我们就卖一百一颗 我们走他的路 让他无路可走 他一颗药也别想迈出去 你派些人在弄出点声势 就说秦云丹药 坐地起降 他的那些效果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药效果 而是加了不该加的东西 爸 你太厉害了 这样 严若雪就算对他不彻底失望 也会对他有所动摇 这回 我要看你今天天不应 就地地不灵的惨状了 有了雷虎搜罗药材 若雪是不是带来的东西 现在已经可以稳定 五天一百颗弹药了 不过这炼制弹药 还真不是什么轻松的花 秦先生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沈家也做出来了养颜丹 正一百亿颗卖着呢 还说咱那药里边 加了其他的东西 是坐地起架 是沈家能干出来的事情 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啊 咱那养颜丹 现在都没人买了 而且名声也被搞臭了 连我手下那些势力 都处处被沈家针对 不是 都这个说了 你就别顾着做饭了 行了 要是 这个 不是养颜丹 它感觉更好一些啊 可以啊 现在 这都能感觉出来了 我这都是跟着 秦先生您时间长了 被熏陶的 这是升级版 叫天元丹 养元丹可以强身健体 雇本培圆 而这天元丹 可以治病武器 一颗之后 什么保健品 都用不上 这不就是零丹被要要的 这一颗 不得卖几百万 三百亿颗 啊 三百亿颗 这秦先生会不会是说错了 刚开始啊 我也以为听错 但这是秦先生安排的 照做就是 这卖到三百亿颗 咱到时候多卖点 岂不是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的小蒜 跟着我雷虎做事 我可以张一只眼 必以之以 但是秦先生做事 让你吃死有的治理 虎哥 虎哥 我知道错了 假不为例 几日之后 我们便能见分枪 沈家 就自求多福吧 凭借一颗丹药 就想和保健品龙头的沈家抗衡 小姐 这秦玉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这颗丹药 足以击溃沈家 小姐 你是不是太想瞧沈家了 我说我瞧不起沈家 是你想瞧了秦玉 几日过去 在各种丹药的加持下 我终于突破到了筑机器 等同寻常舞者的内心大事 来了 来了 来 秦先生 这功力又渐长 我离这么远 您就知道我来了 外面怎么样了 神 太神了 天元丹一出 刚开始他们还质疑 但这三百块钱一颗 对他们来说 就跟白茧的一样 所以就都试了一下 这一试不要紧 直接被征服 但这还不是最劲爆的 沈家这回惹了大麻烦了 怎么了 沈家那低配版的养元丹里边 有一味药材 出了问题 找量服用 没任何事 过量服用 就会有毒素在身体里沉积 听说 已经吃死人了 什么 沈家还真是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报应已经出现了 沈家现在全面停止销售 但生产的时候 消耗了大量的药材 估计现在 自己练都出问题了 原本我觉得 只要让沈家破产 我就不再重新 不过现在 沈家还真是 一点都留下来 嗯 别告诉我 你是想要彻底灭了沈家 沈家 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沈家的地位 在江城可以说是来去自如 自己练的问题 去一趟银行就解决了 真以为你一颗丹药就可以灭了沈家 去银行带骨 那就让他如款可带 你打算怎么做 雷虎 在 这是我炼制的几毒丹 先给那些中毒的人服用 救人要紧 先生大义 洛雪 银行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 好 秦先生 沈家这资金链 可不是个小数吗 估计得楚州银行才能解决 听严家在楚州的地位 只要肯出面的话 我可不是在教您做事 我知道您不想依靠严家 但是楚州银行这种级别 我们也没机会接触啊 这几天因为天元丹和养元丹 陆续有人找我看着 你不是叫你的手下 整理了一份名单吗 其中有一个人 就和楚州银行有关系 和楚州银行有关系 那是楚州银行的行长 吴云香 喂 沈总 你要贷款二十亿 放心 沈总说话了 我肯定全留 但是你也知道 我夫人的病 不容乐观 可能下午 会一定有时间 真的 你要请国手神医秦医生 给我夫人治病 太好了 下午给我夫人看完病 我就去银行给你签合同 好好好 爸 妈的病好像更严重了 这江城名医我们都已经 放心 你妈有救了 沈家资金乱断了 你需要贷款 沈云说 请了一位国手神医秦医生 给你妈看病 真的 那太好了 家主 少爷 沈亿到了 说是能治夫人的病 这么快 快请 您就是秦神医吧 我是 但应该算不上神医 这么年轻 医术的高身 或许跟年龄有关系 但在我身上 这关系不大 不愧是楚国国手 年纪轻轻 为人谦逊 但不出气势 那是 那是 还愣着呢 给沈亿倒茶 不用了 还是先赶紧治病了 好好好 沈亿 您这边请 这位子 到什么来 感觉很客气 孩子也不完工 沈云 您请 这位就是我夫人 早年突然晕倒 就卧床不起 身体一年比一年差 请了好多命意 但是都没有效果 药物走险难走穴 很多瑜伽不靠外力 很难属头 您夫人是不是感觉 身体一天比一天沉 到最后 不是头的 而是心口的 对 你说的都对 不愧是沈云请来的国手 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 有救了 有救了 沈亿 求求你 救救我夫人 不管你要什么报仇 只要我有 我都可以给你 我会尽力的 能看出来 你很在乎我夫人 我夫人陪我白手起家 都有今天 离不开她 我狠懂你的感受 你放心 我一定会治好的 沈亿静 入手 竟然有人冒出我的名号 致命骗人 您是国手神医 吴州 秦吴云 他才是神医 那你是假的 用妈原谅 我不知道你们还写了 别的一生 谁不知道我秦吴云的国手是成 但是像你这样 光明正大冒充过他 还真是第一个 我说了 这只是一个误会 我也兴起 好大一个误会啊 相同的信赖行骗 无耻之极 都说了这是个误会 我也解释清楚 你再咄咄逼人 就不好了吧 这年轻人 虽然来历不明 但是刚才的诊断 一针见血 也许 真的有些能耐吧 秦先生 您看这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未家 既然这小子说他是 那就让他给你夫人治病 到死 秦神医 我们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您别着急 是啊 当时我就觉得 这人看上去 还没有我年纪大 怎么可能就成了神医呢 现在的年轻人 一代不如一代 干什么不好 坑蒙拐骗 这乱行医 骗钱是小 到时候治出了事 出的可是人命 秦神医说的好 神医 要不你消消气 我去给你泡杯茶 算了 看在沈家主的面子上 我可以帮你治 秦神医 您请 我话还没说完 是可以 但是这小子 必须给我跪下 道歉 你们这些人啊 还真是喜欢 让别人下跪啊 小兄弟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算我求你 你跪下 给秦神医 道个歉 让他为我夫人治病 首先 我没冒冲 也不稀罕冲 其次 您夫人的病 我能治 不行 听见了吧 两位都听见了吧 这小子 是赤裸裸挑衅 挑衅我国手之称的尊严 你干什么 我们魏家和你没什么仇吧 你就不要再添乱了好吗 大不了我们照样给你钱 好了 别和他废话了 想让我治病 赶紧让他跪下道歉 并且发誓 从此以后 不再行医 要不然 这屋子里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小兄弟 我承认你有钱本事在身 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 如果你耽误了我夫人治病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不是为钱来的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我是不是骗子 还在影城 爸 你赶紧让他给秦神医认错 给妈治病要紧啊 小兄弟 我相信你不是骗子 但是所有正常人 遇到这种事情上面 肯定会相信生命远播的人 更何话 人命关天 好 就冲你这句话 我可以的 先让他治疗吧 等他失败了 我再去 爸 我让你走了吗 别忘了我治病的条件 人神医 我很尊重 但是你别忘了 现在是沈家求我办事 如果你耽误沈家的事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你 你 算了 别再浪费时间了 你要是能治好魏夫人 我答应你的条件 随你 此话当真 但你要是治不 我也不需要你下规 你只需要发誓 不再信你 敢和这样的国手对赌 只是对自己的医术何其自信 好 在座的都未见证 但我治好了魏夫人 妙逼好看 妈 这怎么回事 胡乱扎针扯得更严重 魏夫人怕是没命 这么给你的扯 小兄弟 快快 快救救我夫人 爸 您真的要相信他 你们这是疾病乱投医 我能治不好他病 他怎么能治得好 难道你们现在 还有其他选 学位没错 错的是时针手法 身前不对 就会乱气 笑话 我行医数十载 手法炉火纯青 身前差之好理 都是多说 插之好理 谬以千里 尤其是在这种事情上 妈 夫人 妈 妈 我治好了 怎么可能 一定是我刚才已经治好了 不过是时机还没到 被你紧揍了 闭嘴 事实有目共睹 最后 愿赌我输 这怎么可能 我是辅助神医啊 怎么会有人 逼我强 多谢神医 妙手回春 此前是我错了 不相信神医 还说了那些过分的话 没事 能看得出 两位是因为太在乎为夫人了 可那些大家族的势力不一样 还不知你怎么称火 以后神医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我魏将 绝不含糊 我叫秦玉 你去 有一件事情 需要魏行长的帮忙 你 你是秦玉 秦玉 魏行长 你怎么亲自来了 不是说好 去银行签合同吗 爸 咱们家有上好大红袍 给魏行长戚一壶 对对对 快 不用麻烦了 我这次来 是感谢沈家主 费力为我找国手神医 为我夫人治疗 哎呀 你这就客气了 虽然最后没有治好 是秦先生出手 把我夫人给治好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登门 亲自告诉沈家主 关于贷款的事 魏某 恐怕我能为力 秦玉 国手没治好的病 秦玉给治好了 我知道了 严若雪是不是 严若雪 让你帮助秦玉 并且 具体给我贷款 是不是 秦玉 的确是严小姐推荐的神医 这也是治疗完之后 我们才知道 她 就是秦玉 这怎么可能 秦先生这样做 我想 她是想依靠自己 本身的实力 而不是严家 事实证明 她做的 秦玉 为什么 如今 我们要是拿不下贷款 不出三天 我们就会破产 并且 还会负债几十亿 这是要让我们善家 彻底服 也要 要来老毛 来世的秦玉 爸 要不 我直接把严若雪绑过来 让秦玉 自费修为和双巧 闭嘴 把严若雪绑了 那严家 能轻饶了我们吗 那 我就直接把它上 生给住 这个做事 不动脑子的东西 老是在家给我 待着 用他们打我 你以为我没令你 什么都干不成 我做给你看 赵哥 这次 是你唯一有秦玉的希望 我 五爷 沈家家主来了 五爷 你可得帮帮我呀 没想到堂堂的沈家主 居然 被一个出出茅庐的 矛头小子 为难成这个人 一定是严家 我就不相信 他不依靠严家 能靠自己 能成长到今天这种地步 以小雪 对那小子的情感来看 人家必然是出属助力 不过你心里也清楚 大部分的问题 是他依靠自己实力解决的 那个 不过 这小子进步确实飞速 如果任游体发展下去的话 还是 必然不是省油的灯 没想到 小雪这丫头 眼光还真不足 五爷 只要你肯出手 那小子就不会有日后呀 五爷最近很累 坐着看戏 可比唱戏 省些力气 但是 那现在也只有五爷 有这个实力 对付炎家 庇护下的秦宇 这是 雾龙山庄的地契 全楚州的人都知道 这里是风水宝地呀 银气浓郁 是修行 一争之地呀 我一直死死的户在手里 那是因为 它是我 沈家的发家的祖地 不讨万不得已 我可没有逼你呀 那是那是 是我自愿双手奉上 还希望五爷 为我沈家讨回公道啊 既然沈家主如此诚恳 再退退的话 那就是老头子我 不识抬决 我 你走一趟吧 事成之后 你就可以去 卧龙山庄修炼 好 我现在就去 秦宇 沈家走到今天这一路 都是因为你 这一次 两尸无存 秦先生 我可以开车 送你回去的 不用 告诉你 走路 别愿意送我 没事 运动运动嘛 也挺好 先听了 不是 有点意思 你是谁 上来就开他 红 红五 还有个认识我的 你是魏家的小子吧 见过红先生 这位名叫红五 是位老牌宗师 在江城小有圣语 据说从无败机 秦先生 你怎么会 惹伤他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红先生 秦先生是我的朋友 你看能不能 认为你的事就赶紧走 要不然就别怪我 全角无眼 你我刚认识 没必要为我冒险 万分保险 你的恩情 如有机会 我们卫家一定报答 看来 你就是沈家最后的杀招了 看来你很清楚 自己招惹了谁 那应该也清楚 自己要面临的下场 那就得看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你就是沈家最后的杀招了谁 我 为生的买入神 果然恐怖 有点能耐 你这条命 有 这才是你的权利 区区一个内进大师 能扛下我权力一掌 你也能算作天才 若不是丢到全身内进 凝聚在手上 我现在 手臂已经粉碎了 既然这样 我就更别杀了你 否则 你若掌成 必成大关 想杀我的人多了 算了 几岸 黄梦 我杀你 不过抬手之间 几岸 快走 别去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你 防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信吗 吃几颗神 为什么要保 难道 小子 和我对战还敢分心 能挡下我第一拳和第二拳 已经是你的极限 带着荣幸去死吧 就是你这一下 就是你这一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竟然打断了我的手腕 你用了什么投尽取求的方法 你要学会若定攻击 加上全力 真是打断了他的一条手腕 事到如今 手团对你来说 那么重要呢 被你打伤 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耻辱 今天 我必将你千刀万刮 那就来啊 天下几乎毫无胜算 只有最后一招 也许还能逆转局势 需要一些时间 难道这次真的要稳了 可我若许的约定 还没完成 姚青 没完没了 断了双臂 独退反进 这是疯狗吗 可能是我当狗的时间太久了 姚青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给我点时间 你是追寻留在沈家当口 还是追寻自由 你自己选 十秒钟 秦先生 我只能跟你拖十秒钟 你是老师爷 你自己选 不是 邀请 一个外境大师 也敢对我出手 自寻死路的脑残 秦先生 感谢你当初让我自己选 我选 自由 自由 自知尽端 这就是博物馆闲事的下场 一点点 不是疯子 你是狗 狗 狗 有 秦先生 替我 我 疯 你看你个废物 害了多少人 老老实实被我杀掉 就没这么多事 这些人也都是傻子 唐帝当居 今天 也会死 哈哈哈哈 就算我是左拳 我也是堂堂正正的先天大宗师 而你 现在已经是 强龙之墨 圣体说 圣体说 我不会见到 可是内进大师能达到的经济 境界重 让工法更重要 这 圣体说 也是我父亲留下的 瞬间激发数倍实力的秘书 没错 就是这个圣体说 和当年那个男人 一样的招式 你认识我父亲 你父亲 你父亲 秦天 秦玉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输给你 也不冤枉 你知道我父亲的事情 秦天大宗师竟然跑了 秦先生 是谁让你们来帮我的 我们是燕小姐的保镖 停到时间 被他派来暗中保护您的 什么 快 你们开车把我带回去 剩下的人 帮我把姚青带回去 我要亲自给他下葬 是 这是 来人哪 快拿药箱 沈家主 这个秦玉 不可再轻易招惹 这秦玉 给你弄成这样 你可是先天大宗师啊 那小子 艺术师妙术回春 修为实力 也进步这么快 这怎么可能呢 我在这里修养几日 就会毁去覆灭 五爷对我有什么惩罚 我 我沈家岂不是 只有裘和尘一条路可以走了 那就是沈家的事情了 家主 出大事了 你怎么轰着两个爪子就过来了 表情的 大事不好了 少爷和赵刚一起 把颜若薛给绑架了 什么 哎呀 这个蠢货 看来沈家主 要自救多福了 我该把他伸出来 沈奥 就算把江城决堤三尺 也要把小姐给我叫回来 听到没有 余小姐 她怎么了 都是因为你 你快说 她到底怎么了 小姐她被绑架了 已经找到小半天了 都不见踪迹 全招搜索无果 要不是因为小姐 把保镖都派去保护了你 那怎么可能会出事 你干什么去 鲜血追踪术 金国下的仙法 虽然可能会上几个缘 但也过不上成功了 成功 一定要成功 严小姐 你要怪就怪情欲 把事情做那么绝 大家都别想活 严小姐 你要怪就怪情欲 把事情做那么绝 大家都别想活 你们知道绑架我的后果吗 你想说什么严家吗 什么严家 什么绅士背景 现在还能威胁到我吗 你不过沈家死活了吗 沈家还有什么死活 秦玉不死 沈家人没发火 没错 秦玉的所作所为 已经是天理难容 他害了沈家 害了赵家 他他妈就该死 还真是会电到黑 沈云不是这么没脑子的人 你自作主张绑架我 才是彻底 把沈家送上了绝路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只有这样做 沈家才有一些生机 傻 你敢打我 就追了你那么久 你都没同意 转个营废物在一起 今天我就把你办了 变化 能四段行为和双脚来换你 给我安住它 秦玉 秦玉 你把赵哥杀了 我放过他多少次了 可他最不该的 就是在招容 还绑架了若雪 若雪 叫你真甜蜜啊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个废物 你失去了严若雪 失去了成为严家的女婿 我更失去了沈家 都是你咎由自取 这人 这人 爬火 你是你死 若雪 你没事吧 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我就有事了 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好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沈家的 不怪你 你靠自己的能力 打败了沈家 你做得很好 若雪 你把那些保镖 收回去保护你吧 我自己没有问题的 我不在的时候 你更需要他们的保护 这些人还真是堵嘴 若雪 答应我 我不在的时候 你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好 小姐 我想休息了 你忙你的去吧 是 若雪 我也累了 先好好睡一觉 好 请先生 您没事吧 听说您遭到了宗师刺杀 之后严小姐 来火 赶紧的人过来保护严小姐 若雪 你要我有护法 我要需要修复静脉 在我没有出来之前 你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尽数法师 竟然直接绷断数条静脉 得费点力气 才能重速恢复了 好在一起 都知道 这秦宇到底在干什么 小姐也不让我问 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待着 秦先生在修炼 别多问 修炼三天了 门都不出 秦先生那么厉害 可能修炼起来 也需要点时间 我爱在这儿 你就爱去哪儿去哪儿 你以为我爱在这里待着 是我们家小姐 让我在这里看着 说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汇报给她 这风平浪静 能有什么情况 请问秦先生在吗 秦先生在休息 有什么事 跟我说吧 我是和秦先生 有重要的事商量 秦先生在休息 不见客 鲜血追踪术 心里遭到反噬 现在正在重死经脉 对吗 什么追踪术 什么反噬 我听不懂 没事赶紧走 等秦先生休息好了 好坏的速度 也就是追杀秦先生那位 先进大董事 哎呀 红董事啊 你不说不再招惹他了吗 我们可是来讲和的 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沈家呀 这里是岩家的别墅 没有岩家的允许 谁和人都不能 你觉得依你我所为 人家还能再讲和吗 如果是我 我怕不死不休 所以 就算你趁人病要人命 虽然守法卑励 但这是杀他的最有机 你身下报仇 我命 我不会让你伤害秦先生的 真是一条好狗啊 可惜了 真是一条好狗啊 可惜了 秦先生 同样的事情 不会算第二次 这后 带所有人先走 此人室伟 我留下来 恐怕也是给秦先生添乱 是 气息未闻 和上次比起来 没多大长进呢 没想到 鲜血追踪术的反射 正严重 重塑境外之后 也只是勉强恢复到了 筑基二层 你才是 伤害没好 就问问 是上帝书啊 这种书啊 你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啊 在你的内力消耗完之前 未必能杀了我 的确 但是 我还是一单师 你之前提到过我父亲 你知道他的事情 你发誓放过我 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想必这件事情 对你很重要吧 重要 但是我凭什么放过你 你不告诉我没关系 你既然知道圣体事 也应该知道搜魂数吧 我可以消耗惊喜 自己看 等等 等等 搜魂对我没用的 五言 你想知道你父亲的事情 只能取得五言 我帮你节省惊喜 你放过我 放过 那我对得起 谣情和雷虎啊 沈家主是要去哪啊 秦先生 我这次真的是来求和的呀 都怪他 非要趁人之危 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啊 哦 之前沈家的所作所闻 也都不是你的意思啊 绑架颜若勋 那是天儿自己的主意啊 我再纯 也不至于绑架颜家大小姐啊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你怎么都可以啊 包括沈家 还有沈家的药厂 还有那些人脉 反正 你沈家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啊 沈家主这事 要俯首称臣 对 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 我不喜欢杀人 甚至说 如果你们不招惹我 根本就不会懂事 懂事我们 咎由自取 罪有应得 去雷虎药厂报到吧 去上锅炉 不过沈家主 我还是挺怀念 你那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的样子 徐秘书给我发消息 说你有危险 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那就好 那你接下来要去哪 五爷知道我父亲的事情 我必须去一趟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但一定要万事小心 好 等我回来 上门提计 五爷 红武死了 秦玉正在往这边来 这小子还真是成长飞速啊 初次见面 还过去多久 红武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来了 就请进来吧 好好招待一下 好 你站在这儿 不会是要跟我动手吧 行 但红武都死在你手上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直走去正厅 五爷在里面等你 来了 五爷似乎知道我会 喝茶 还是不了 我就是想问问五爷 这可是 你父亲留下的悟道茶呀 时间仅此一杯 你要喝下的话 会对你有很大的意图的 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不喝 但是如果你拒绝 我可就要喝了 因为 我按照你父亲的吩咐 都做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真的这是你非诚 无毒无害 普普通通 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认识 当年 我还是他的手下 同时 也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 内进大师 在同辈中啊 也是吊车尾 五爷竟然也当过吊车尾 我还以为 五爷一直都是一记绝尘呢 你这小子呀 还在因为第一次见面的事情 嘲讽我 很明显吧 我来 是你父亲 给了我一个机缘 才让我突飞猛进 脱胎换骨 可以说 没有你的父亲 就不会有今天的五爷 一个机缘 类似这雾道茶 你没什么感觉吗 有一些 感觉丹田 有果能量正在涌动到四肢 雾道茶的能量 正在慢慢掉转全身 修为正在急速攀升 这雾道茶 竟然如此神奇 当然 这可是你父亲留下的珍宝 世间仅此一辈 要不是有这样的珍宝 恐怕 你很难相当 没 查理 有毒 查理 有毒 你和你的父亲 真是如出一辙 一样的蠢 我知道 你父亲留给你的秘籍里 有食毒 解毒的法子 于是 我才潜心研究了数十载 才研究出了这绝神伞 七七四十九种猛毒 配合阴阳血脉调和 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你的体内 你给我趴着吧 我说 住机器的你 即便是这七七四十九种猛毒 你依然客气 可是 远顺着悟道茶的内力 进入你浑身经脉 此毒 可解呀 你把悟道茶 算进去了 不错 不错 这悟道茶 确实是你父亲 让我教给你的 货真价实 否则 我怎么会笃定你 一定喝得下去 你再胡下 这毒道心脉 必死无疑 父亲 究竟在哪儿 你的父亲 谁知道呢 或许 正在某个蛮荒之地 沿街其讨 亦或许 早已 不失荒野了 当年 他确实是天之骄子 天下第一奇人 将道法仙术 融会贯通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千不该万不该 他不该看不起我 他居然是我天赋一般 是我心思繁杂 不允许我修理宣法 他真是狂妄自大 他看不起我 那我就不会让他 有好下当 坚然 坚然 圣者为王 败者寇 他天下第一又如何 我只不过出卖了一点 小小的消息 就让整个京都舞蹈会的高手 群起而为公子 天下祸端 那之后 他生死不知 而我 却换来了 功法 财富 权力 地位 如今 他下落不明 只有京都舞蹈会 知道当初 真想 我没有到华神镜的人 是根本接触不到 京都舞蹈会的 现在 连他唯一的儿子 都要死在我的手上了 这一人 告诉我先发 我会让你死 痛快些 是 是 我父亲下落不明 实在是拜你所赐 你竟然结出了金专 怎么可能 还有一颗大惊喜 这多亏了 付我的舞蹈茶 我的 我的甘甜 这就是你应有的下场 此 对你来说 便宜了些 这身伞的 就算是金丹 也不可能 解得这么快 没什么不可能 就像你当初 想像我变强 就像你当初 觉得我不必上弱血 连不上严谨 就像开始你觉得 一切都在仗卧之中 如今功败垂成 再无分身之日 如今我资产素育 则神将完全收 从江城到楚州 从我为主 自身实力不如军丹 就算是先天大宗师 我也不再委屈 我会迎娶弱血 不如划神去 踏上京都舞蹈协会 你的一切阴谋到最后 都会是一场炮影 竹篮打鼠 夜 空 放心 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 我要让你轻眼看着这一切 让我父亲 看看你成功 气死了 五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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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你不拦我 小兰也拦不住 我还要给五爷下葬 别紧 若雪 我想着 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 就算赔上整个爷家 我也一定会让五爷付出代价 我这不是没事吗 都结束了 走吧 嗯 我们去哪儿啊 去原家 我要提亲 真的吗 没想到 这一天居然来得这么快 快还不好吗 当然好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什么都难不倒你 为了我在乎的人 什么都难不倒我 多谢 想到你 可不得 吴 这一天性 不是 我 是 可不得 可不得